請你做出來的東西 就是 把遊歷區號這個工作表 放過來 然後把這個範圍建一個名稱 再利用什麼呢 微度函數查詢 把這個查出來 然後增加一個萬度為單位 並且做一個樞紐分析 表 然後記得這邊 力道A 力道A應該知道吧 在資料裡面的力道A 把它排序 並且建立一個叫 各縣市的用電比例圖 OK 然後記得最後還有個步驟 就是把這個工作表 名稱改一下 看改成跟這個一樣好了 這樣子把它改過來 今天的 練習作業基本上就先到這邊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找其他資料 像我剛剛的一些問題 你可以再找找看台電有沒有其他的資料 可以知道答案的部分 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 其實我還蠻想知道 但是我沒那麼多時間去 去追根究底 OK 不然的話我真的還蠻想知道 這些相關的答案的 OK 而且那個答案我其實有時候不太相信 新聞媒體報導 因為有時候 他的資料到底哪一來的 根本不知道 OK 好那最後的話記得 你把這個稍微 存檔一下 一樣喔 記得最好是建議先訂存新檔 然後存檔的格式 我是建議你用起用距離的活業部 因為如果將來我們後面還會寫到一些 錄製距或VBA的話 檔案名稱的話也許叫什麼 你可以自己 把它改一個名字 叫什麼 台電的 用電統計之類的 OK 把它存檔 繳交 就完成 今天的練習作業 OK 畫面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那個作業 原則上就是 剛剛我講的這個部分 下一個禮拜的話 原則上我們會 再來看一下 今天 這個作業請會務必要先把它存起來 下一個禮拜 我們還有 部分的 內容還沒講完 最後一個禮拜 Os